作者 第一财经 万科再获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的真金白银支持 5月27日下午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显示 万科转让的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T208-0053踪地使用权 由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铁和深圳市百硕 银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圳百硕 以挂牌底价22.35亿联合净得 深铁是万科的大股东 根据其查查的资料 深圳百硕成立于2024年5月17日 也就是上述地块转让公告发布之后才成立的 注册资本为8亿元 股权穿透之后 深圳百硕由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下称大沙河建设 而大沙河建设由深圳市南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全资控股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接盘该项目 与该项目位于南山区不无关系 转让公告显示 上述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湾三路东面 白石四路路南面 属于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区 该地块规定的建筑包括办公 商业 酒店 食堂等 产权状态为无抵押无查封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T208 0053宗地 其实价为22.35亿 净买保证金为4.5亿元 净价阶梯为1000万元 从价格来看 该地块属于以挂牌底价出让 该松地块在2017年12月首次出让 彼时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乘万科以31.37亿元的价格 净得土地面积1.9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为16.7万平方米 按照建筑面积 地价约1.9万元每平方米 土地用途是商业服务业用地 加道路用地 30年产权 根据上述地块的转让公告 该地块的现状为停工 项目南区地块S1区 塔楼区域地下室结构施工完成 S2区地下二层结构施工完成 S3区地下三层结构施工完成 S4区城台施工完成 项目北区工程庄全部完成 因结构图纸位完善 预留约两米深土方位开挖 综地按现状转让 此前万科表示 该地块是公司在行业快速发展阶段 获取的商业办公项目 原计划主要用于在深员工办公使用 鉴于当前行业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计划不再建设该项目 因此你对该项目进行整体转让 对于上述项目的成功转让 万科方面表示 此次交易是公司坚决落地 瘦身健体一揽子方案的举措之一 通过交易完成 有助于减少非主业资产 对资金的占用 聚焦资源做好 做强三大主业 4月30日的股东大会上 万科管理层在会上透露 万科调整公司经营战略 计划腾出有限资源 聚焦综合住区开发 物业服务 租赁公寓三大主业 除上述三项主业外 将退出其他业务 清理和转让非主业的财务投资 坚决大力度推进商办等大宗资产交易 计划每年完成200亿元 今年以来 万科已出售了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50%的股权 加上本次回笼的22亿元 万科年内公开的项目 出售回笼资金接近50亿元 万科方面还表示 身铁集团参与净得项目土地使用权 体现了大股东以市场化 法制化的方式 真金白银支持万科 去年以来 身铁多次在公开场合力挺万科 今年在中级印利消费REIT上市过程中 身铁以10亿元认购了30%左右的份额 本次接盘深圳湾地块 已经是身铁年内第二次 以真金白银出手了 此外 融资市场上 万科近期也好消息频出 5月23日 万科已与招商银行等头部金融机构签订协议 获得200亿银团贷款 抵押物为万科旗下万维物流股权 已到涨100亿 加上此前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北京银行的贷款 万科近期获得的银行贷款 接近300亿元